哈喽大家好 这一视频呢和大家分享如何清洗洗碗机 好多华人可能觉得省水省电 不太习惯用洗碗机 我之前呢也是这样的想法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节约更多的时间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洗碗这个事呢还是留给专业的工具来做吧 大家应该尝试一下 那一般洗碗机有这么两层架子 这两层架子和这个立碗筷的这个东西一般不脏 这个是一个滤网 这个是第一层滤石屋残渣的 轻轻一拔就下来了 这个东西呢是第二层滤石屋残渣 也是把它插在这个水槽里 把一拧就可以拧上了 这两个东西是比较主要的 清洗这两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用一把牙刷 要不然你清洗不干净 这个也是可以拧下来的 一转就下来了 你看 比较容易忽视的是 上面还有一个喷水器 也是一拧就下来了 很方便 然后一拧就回去了 然后这是第一步 清洗里面的这些部件 我现在这个部件已经清洗干净了 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这个潮里会有一点水 为了避免这个水 把你洗的东西进行二次污染 我们第二步呢 就是用小苏打 把小苏打整个这个里面都撒一遍 然后让它进行自循环的清洗一次 你过来监控来了 这个小苏打是在奥迪买的 一块钱 要倒这么一杯 小苏打可以很好清洁里面的异味和污渍 但是一定要注意 我的洗碗机的加热管是在底下 不要接触到这个加热管了 就往里面撒一撒就行 然后我们先不用安装那两个滤网 先让机器空转一次 高温清洗一遍 选择Normal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要选择两种 一个是高温 一个让它这个烘干 点这个开始 OK 现在洗碗机就在运行中了 哈喽 大家早上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昨天晚上我女儿已经睡着了 所以我就没有接洗碗 咱们今天接着洗 现在可以看到很底部的有一点水 这个水就很干净的水 这个网装上 这网很好装 一按就装上了 然后装这个槽 OK 你可以看到一拧就可以了 它们两个是平行的 再装这个喷水器 拧下面这个拧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可以转了 这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专用洗碗液块一块的 那你也可以买洗碗粉或者散装的洗碗液倒在这里 这个地方有一个刻度线 你可以根据这个刻度线来倒这个洗碗液倒完了以后呢 给它合上 这里装光洁剂 你可以一次性给它加满 它上面有刻度 加满了以后呢 给它盖上 我基本就用这个 如果你特别在意杯子上会有一些水盒 你可以往里面加一些光洁剂 一次这么一包 这个塑料袋是会融化的 从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24小时 对了 我们一家三口用的这些碗 建议碗里面放的时候不要放的太多 像我这里呢 其实就挺多了 你要保证每一个盆放到洗碗机里都会被水喷到 当你把第一层放进去以后 一定要转一转第一层下面这个喷头 看看能不能很好的旋转 这样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这是我上面那层放的碗 基本就可以了 这个洗碗液要放到一个宝宝看不到的地方 三合一的一个洗碗液 所以装这个洗碗液呢 就可以不用装这个了 OK 现在可以开始洗了 我一般就选择normal 选择加热烘烘和高温 然后点开始 你再给狗狗看看吗 让狗狗知道一下洗碗机是怎么工作的 根据这个指示灯就已经洗好了 先看一下盘子 写的特别棒 一般都把洗好的盘子放到这 然后谁用谁拿 像这个都已经很 这都已经干了 自从用了洗碗机以后呢 锅盘我自己就不洗了 以前我吃饭呢 都是老婆用盘子 我用锅 自从用了洗碗机 我也用上了盘子 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男人何苦为难自己 当然洗碗机也不是万能的 我女儿的餐具奶瓶 我倒还是手洗 自然晾干后 再用宝宝的餐具消毒器 高温杀菌一小时 有不沾涂成的锅具或者烤盘也需要手洗 不过现在也有很多不沾涂成的餐具标识可以激洗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铁锅或者含法郎涂成的铸铁锅最好也不要激洗